那好了,看到今期介紹的就是之前的Superman,羅賓王,還有Batman,Render Woman的組合的人,Dart Father 那為什麼我會組裝先呢?因為這個東西要浸到熱水,才可以組裝到這兩個位,因為超神 單件配件都在他每一期的視頻都有介紹過,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專門去看他組合件 我們來看一下這東西的細節,頭部的細節就好漂亮,老實說我會買齊他這個系列 或多或少,因為我買了羅賓王,拿了身體之後,然後慢慢逐步逐步陰陰陰,儲齊整個系列 那這東西我唯一覺得缺陷就是這塊披風這個位置,卡不實 不知道是我中獎還是什麼問題 就算你按得實進去,好像現在按實了 一會兒你一弄就出來了,我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那這個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差的 很明顯是按了進去,一弄就出來了 所以這件披風就是形同雕索 我們來看看手的可動,手的可動就 超難玩的,因為這裡全部尖刺 是實心膠來的 兩邊的手都是一樣的可動,不用看的 我個人覺得是超難玩的,手的可動是超難玩的 其他都OK 你看我根本找不到位置來玩,因為他做尖刺 我覺得很笨蛋 大概就是這樣 你怎麼說,玩這隻手的可動呢 你找不到手的受力點來玩 你刺這裏,你就慘了自己的手 你用這些位置,它太實實 你又踢不上去 再看看腳的可動 腳的可動 是正常的標準路密系列的可動 沒有個人認為 我除了叫死人飛鋒 你看 根本都踢不實的 我不明白黑髮蘭怎麼想這件事 撇除這個問題,總體上是沒有太大的質量問題 再來看看細節方面 你看我這個位置要撕下來都很懶 頭 頭 胸 腰 腰 大腿 腳 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件事是值得買的 我個人認為是 畢竟作為一隻組合人 老實說 馬克法蘭在組合人這方面 我覺得是有心思過 鞋子寶 他真的懂得計算 知道賺錢的 思路 趨勢是怎樣 就像你 鞋子寶買一個系列 先一隻組合的人 大概八隻 一套八隻 有些人 是不想要很多 例如八隻 只有三隻想要 但你想要的組合人 又要整套買完 所以 很坑 馬克法蘭在這方面 比較良心 他是平均 四隻 或者三隻 唯一套 好像是四隻唯一套 你只要買齊四隻 要組合一隻 組合巨人 所以這方面 導致 例如你有兩隻想要 或者三隻想要 我還差一隻 買一隻 那也無所謂 不會花太多冤枉錢 這方面 我覺得比鞋子寶好 所以 我應該說 近幾年 我的核心趨勢 重心 都是比較喜歡 操馬克法蘭這個系列 可動性真的差 他是比不上萬代 或者其他的海洋堂 但是 可以看得出他的進步 那好了 我們這期視頻到這裡了 下期再見 拜拜